一九八四年十月三號 印度波巴爾部 試了一家美國聯合化工廠 發生了嚴重的毒氣外洩 當場死亡人數為兩千兩百五十九人 災後兩週累計中毒死亡人數 高達八千人 直到今天 當地居民有超過五十五萬人 罹患 肺癌 腎衰竭 肝病等疾病 是史上最嚴重的中毒事件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號 失蹤三天的時任民進黨 婦女部主任彭婉如 在當時高雄縣鳥松鄉 一處工廠旁的草地被發現 他身中三十五刀慘死 這起事件震驚社會 檢警全力調查 懸賞金還高達兩千兩百萬元 但是這起命案 過了二十四年 還是無法破案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號 強烈颱風流連襲擊菲律賓 豪雨引發土石流 淹沒了三個城鎮 造成五百二十六人死亡 七百四十人失蹤 一百萬人流離失所 當時的非兵總統艾洛玉 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華日新聞幕下翠潘建任整理報導